关注鲤鱼大天腾送你一双发现笑点的眼睛 哈喽小朋友们 最近营养剪片子的时候 该买了一种新的笑点 叫做你一双惊恐 我就想笑 你想干嘛 我先不可装 这个惊恐的表演 难道就只是张大嘴 当大眼软大腿吗 来一天日的挺横眼睛大场 从惊恐兴奋看演技 谁哪可怕 眼睛可笑 我还好了 当一种外力 冲击着你的情绪 致任于危险的境地 这一瞬间 可能让观众产生 我 卡拉伊斯尼 干道苗 就这种夸张的情绪不好演啊 一旦凹得太用力 就容易浮夸成灾难现场 你不用演了 我是不会伤党的啊 所以惊恐戏怎么演的才合适呢 最基础的工作 当然是要根据片子的类型 来判断采用哪种表演方式啊 你比如说 喜剧片 照镜子的时候呢 突然就发现 我自己年轻了几十岁 那就得带动群众演员 一块发动镜口的死后 什么事啊 不用说悬疑片 当你和一个杀人犯 待在同一个电梯里 这个时候 就需要收敛地表达你的情绪 我送了 于是呢 刘浩然大气不敢喘 惊恐到鼻翼扩张啊 小天使 人在紧张的时候 心跳会加速 呼吸也会加速 扩张鼻孔呢 可以获得更大量的氧气 但此时啊 刘浩然你不能惊恐形于色 就这一个细节 赢了 所以啊 好演技没有公式可以背啊 首先你得演的合情合理 于是 电竹部票显出了三种影视剧 最惊恐瞧的来全圈考验演技 现在啊 最多戏份 那就是爱情戏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看 当下演员 必须BOP的 爱人受伤的时候 哎呀 那混杂着这个担心了 害怕了 受伤了 无助的这种惊恐啊 说起这种戏份 编辑部全圈最推荐 舒畅 在大唐荣耀里啊 看见爱人倒地的他 惊恐 吐 雨水混着泪水 一块招呼观众啊 哭成表情包 但戳中的 不是一个笑点 而是泪血 所以不管技巧怎么样啊 这秘诀就在于 情感同步 来 再看这三段 你猜 哪个是他得知小叔子 被刺死时候的表情 A B C 我选一 哟 跟我的一样 巧了 我也是 哇 剑宁王殿下 怕是难免一死 我觉得大甜甜跟婆家的关系 是不是不太好啊 所以这种戏码 最能考验一个演员 情感投入的如何啊 说来也奇怪啊 年终小花撒娇演技大赏礼 大甜甜 那可是个优等生啊 或许 大甜甜只能负责甜 那不如就走进傻白甜市场 拯救一下国产傻白甜的 唐孙孔群 考验 第二种惊恐戏粉 那就比较直接了啊 就是当你的人身安全 真的受到侵害的时候 演员会不会有那种代入感 演出让咱观众都能跟着 哆嗦的害怕 来 首先咱来看一下 一路演戏呢 就一路被绑架的唐牙 不论是古装现代 还是民国戏 不论歹徒再凶恶 在他脸上只能看到两个字 嫌弃 你是不是疯了 是罚 是 相比之下 被封住嘴绑在椅子上的桶里 惊恐到胸口大喜大落 哎呀 那怕枪 是吧 枪动踏梦 惊恐到身体收缩 哎呀 惊恐到身影 你就算看不清他的脸 但那个惊恐的状态 这就对了 我不早就慢慢来 我等你大把时间啊 嘿 二 啊 别别别 所以啊 被绑架的时候 谁的惊恐戏演得最好呢 杭氏表演法则 修胆 啊